全土疫情看似稳定可控 指揮中心宣布了 从3月7号起 无论入境旅客或是商务人士 居家检疫将缩短为10天 而且可以采一人一户在家检疫 同时也将在3月1号放宽了防疫政策 包含了室内外运动拍照都可以免戴口罩 另外像是双铁开放饮食等等防疫松绑 不过3月起将取消分级警戒措施 该因每个月滚动式调整来取代 但有专家忧心 没了分级警戒 未来若爆发疫情将无可依循 指揮中心终于排版定案 入境居检不用14天 从3月7号零点起 无论商务人士或入境旅客 同步缩短为检疫10天 可选择入住防疫旅馆或采一人一户 为了避免一人一户争议重演 指揮中心给出定义 要有独立门牌地址 及独立对外出入口 空间内无其他居检者才算一人一户 同门牌套房或家中套房都不算数 有一些是共用门牌号的联动建筑 那我们会把它认定是可以符合 因为它基本上是跟其他的家人 居住的空间完全隔开 因应奥姆孔特性 指揮中心重大变革 取消警戒分级制度 等于228二级警戒后 3月起没有一级二级三级之分 将以每个月滚动式检讨来取代分级 但没了统一标准 未来若发生重大疫情 专家担忧将无可依循 只要持续有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 就不能解除二级 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爱怎么放宽就怎么放宽 那疫情爱怎么起来 恐怕就会怎么起来了 追中心也宣布放宽口罩政策 3月1号起室内外运动拍照 或自行开车家人同车等 无需戴口罩 但唱歌时人需乖乖戴上口罩 其他防疫政策同步松绑 双铁等交通工具开放饮食 卖场也开放试吃 碳病规定也更宽松 除了双北桃源高雄等疫情 较严重区域维持碳病限制 其他县市开放碳病 只要打第三剂疫苗满14天 碳病者就能免筛检 各项放宽措施将观察到3月底 也替台湾防疫试水温 这里晚上与SNG台北